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最美的扶持 有部真人真事改变的电影 叫《上帝的男高音》 它描述一位国际知名的歌唱家 戏剧般的人生 电影中的男主角 从米兰音乐学院毕业后 赢得欧洲所有歌唱大赛冠军 立刻轰动全世界 连美国《时代》杂志都称赞 它是百年一遇的好声音 然而就在它事业迈向高峰之际 男主角却被诊断出有甲状腺癌 而开刀时意外造成声带神经断裂 因而失去了它天籁的赏音 再也无法唱出美妙的歌声了 从此它的人生陷入黑暗的谷底 但它的经纪人朋友 却不放弃希望 大力奔走 为男主角找到了全世界 声带手术的权威医生 来为它开刀 手术后的男主角 在长期的复健过程中 才发现原来当初癌症手术 不仅声带神经断裂 就连右边肺部的神经也断裂了 现在这个棘手的问题情况 连日本名医也束手无策了 然而男主角的妻子和经纪人朋友 却一直不放弃地支持他 鼓励他 他勇敢地重返舞台尝试唱歌 原本神经断裂的幼肺功能 竟然奇迹般地痊愈了 现在的他到世界各国演唱 并且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 如同奇异恩典般的人生 在许多悲伤绝望的眼泪中 重新窜起了一颗颗 晶莹剔透的振作 再次让人感受到 只要有盼望 只要不放弃 即使在黑的夜晚 终有黎明的曙光 升起了一天 亲爱的朋友 上帝的南高音这部电影 述说着音乐与生命的抉择 加上因着努力而产生的感人奇迹 一个举世闻名的歌唱家 因着癌症而失去声音 事业从高峰掉到谷底 面对这样的打击 因为有身边的亲人朋友的支持 他才能够重新站起来 面对自己的人生 电影中男主角的妻子 一直默默地在背后付出 丈夫得病 他没有怨言 只是默默地背负家庭的压力 丈夫重新付出 他仍是默默地为丈夫祷告 这份无声 也无怨无悔的爱 就是夫妻间 所最宝贵最珍贵的了 还有最重要的是 男主角坚定的信仰 帮助他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能单单地仰望上帝的帮助 在乌鱼密布的人生 能够寻到天国永恒的价值 亲爱的朋友 世上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暂时的 人一生当中会有高山低谷 甚至是突然来的急难 挑战或疾病 然而谁能扶持你走到最后呢 有什么可以存留到永远呢 只有当我们调整眼光 用信心的态度 活出灿烂的人生 在自己现在的岗位上 全力以赴 接下来 你就会经历上帝全然的带领 就像电影里的歌唱家一样 当他带着残缺的声音 却勇敢地站上舞台 为上帝的荣耀而唱歌的时候 他的声音就奇迹般地得到 恢复和意志了 亲爱的朋友 每一个苦难的背后 都有上帝的赐福 每一滴挫折的眼泪 上帝都能化为振助 今天将你的人生 叫在上帝的手中吧 他将扶持 并且带领你 进入全新的境界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爱是永不止息 更多精彩内容 请锁定FM103.3 中广流行网 周一至周六 早上六点到七点 由罗娟大为主持的 早安EasyGo 美好的生活 就在早安EasyGo